一旦我不是成为CEO才会沟通的 我是会沟通才成为的CEO 而且你说沟通最好的方法是成为CEO 也不准确 我觉得最好的沟通方法是成为董事长 第二好的方法才是成为CEO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会社交 沟通的经验我也是慢慢地学习和摸索的 当年我就特别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第一次去提案 又紧张又想显得自己很懂 一个半小时的会议 我从头说到尾 没有给对方开口说话的机会 连最后的散会也是我说的 说完之后呢 我还把对方送了出去 送出去我才意识到 那是在别人的公司 还有一次啊 我去拜访一个企业家 在他们公司楼下 边排队买咖啡 边背词 背着背着 就背出声来了 刘总你好 我是托布花 刘总姓慧 我是托布花 刘总久仰呀 我是托布花呀 这个时候呢 前面有一个男的突然回头说 别背了托布花 我是刘总 那真的是射死 为了打破尴尬 我就想开个玩笑 我说 刘总 那你为啥第一遍的时候不回头 社交呢 其实是一步一步练的 我就是把我这些年啊 碰得头破血流 获得的经验 总结整理出来 跟大家分享 丢人的事 只要逐字写出来 就能出一本沟通的方法 当然啊 具体问题 咱们得具体分析 知道我这次来 效果的员工啊 也争先恐后的 问了一些 关于沟通社交方面的问题 节目组呢 收集了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哦 这是个匿名的朋友 花姐 我在公司里过于热情 大家都说我喜欢拍马屁 我是不是应该克制一下呢 期待美丽的花姐 帮我解答 这事啊 一个领导的员工 如果特别喜欢拍马屁 那肯定是因为领导爱听啊 这领导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啊 不要有思想负担 想拍就拍 该拍就拍 你不用克制 是领导需要克制 不是你需要他 是领导需要你啊 如果在效果拍马屁 拍得不开心 可以来我们公司 领导有的是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问 领导想一出 是一出 今天OKR 明天写周报 管理水平不行 但管理手段挺多 该怎么委婉的 和领导说呢 你这不是借我的嘴 已经说了吗 这个朋友不错啊 很会委婉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领导呢 都好像喜欢 逼着员工写周报 这不是纯粹增加工作量吗 你想知道员工干了什么 你直接去看 他的项目成果就好了呀 你啥啥不知道 只会看周报 那员工当然会觉得 有你没你都一样嘛 所以啊 在我们公司 我们是逼着领导 给下属写周报 这就新鲜了 哎呦 下属看得可认真了 所以我觉得啊 其他公司 也可以让领导写周报 真的写得出周报的领导 才是正经领导 但我也相信啊 很多领导的周报 肯定只能这么写 本周主要工作 冒号写周报 句号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写给李淡的 这个不能念 播不了 都是脏话 沟通啊 和任何一门技术和手一样 是可以学习的 我说的这些沟通的方法啊 被称之为软技能 为什么需要软技能呢 因为在职场上 大部分时候 咱都不能硬来 职场呢 当然认可硬实力 那如果实力没有那么硬 那就不用嘴硬 可以学习软技能 稍走点弯路 也让我呢 多卖点书 最后啊 我想跟我们中年人 说两句 就是那种 岁数大 职位高 已经在管人的人 大家可能没意识到 年轻人会怎么样 是取决于咱们中年人的 把年轻人逼得这么累 咱们中年人多少得负点责任 咱也不是取悦年轻人啊 只是说社会嘛 一代一代 就是这么运行的 多理解他们吧 他们还没老 但是咱们年轻过 谢谢大家 我是托不花 大家好 我是江振宇 聊社交 你们早就应该请我 这帮偷口秀演员 就没有一个懂社交的 我一来我就发现 你看娘娘自己 坐在一个角落里 谁都不说话 我本来说上去握个手 打个招呼吧 只剩冲一下 蹿出来 一巴掌趴我后背上 然后说 呦 老四 您来了 一路上体系苦吧 当时我就明白了 鸟鸟可能是重度射恐 但至剩就是单纯在吓人 我研究微表情有很多年了 这个专业啊 应用非常广泛 常见于行侦 审讯 面试 和桌游 所以我现在呢 不但能够判断 你是不是坏人 我还能判断 你是不是狼人 微表情这个技术 比较微妙不能乱用的 尤其是如果你只掌握了 一点点皮毛 像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 他相亲次数非常多 而且人姑娘 都已经拒绝他很多次了 说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这个男生 完全不放弃 他跟我说 姜老师你知道吗 这个姑娘虽然嘴上在拒绝我 但是通过微表情 我判断出来了 她言不由衷 她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嘴角是上扬的 您来说 这个表情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不是微表情 这个是微信表情 来 看我 看我 呵呵 什么意思呢 滚 我们除了研究 微表情之外 还会研究人的性格 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心理学里也有很多流行的 专业测试 最近特别流行的 有一个叫MBTI 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过 他会把人的性格 分成16个类型 最近我听说 李丹的测试结果是 主人公类型 哎呀 哎呀 你看 他很高兴 你听听这个词啊 他会觉得自己的成功 就绝非偶然 哎 这样一来呢 我们要澄清一下 主人公性格的确不错 比如说他的典型特征有什么 魅力非凡 有领袖气质 感情跌宕起伏 但是啊 人生最后的命运 往往比较悲惨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总现在前面全都做到了 就差命运比较悲惨了 但是但总你也别担心 这就是个测试 测试嘛 有的时候也挺准的 我们除了研究性格之外 还会研究社交 在我看来 很多社交名场面 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最近 有一个桃花屋的尴尬九分钟 单单老师是坚持 一定要办一个篝火晚会 但是其他人呢 就不同意 想要办个运动会 结果双方僵持住了 在我看来 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社交技巧 如果我在现场 我会处理得非常专业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建议 单单老师 说老师 咱们呀 搞一个篝火运动会 你看这样 双方的诉求 是不是就 这个好像是忘苏龙说过的 没问题 咱们夸他 夸人是个好办法 单单老师 您是一个得高望重的老前辈 您是不是应该 好像辣母养子一直在夸 那可以怼他 有话直说 说老师 您就算是老前辈 咱们也不能这么 雪芹已经怼过了 那么作为专家 我就想问问了 生意团勾火 它有什么难的 难怪很多年轻人 现在更愿意选择 在线上社交 因为压力确实要比 线下社交小很多 哪怕是有人 要办个勾火晚会 你也可以第二天再回复他 你就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昨天没收到 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好遗憾没去啊 以前人们觉得 社交是能让人放松的 但是因为现在 社会变复杂了 你就会觉得社交很累 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给所有人一套 听起来都对的建议 因为如果真的做到了 那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冷漠 人类的emot并不相通 MBTI也未必管用 我只希望大家呢 能够更加了解自己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公 李旦 你也可以做自己 命运多船的主人公 谢谢大家 我是姜立宇